恭喜國小這齣的考試已經結束 夏芬今天就基本一張在家的表演活動 讓學生提現這學期 藝術跟人們的學習辛苦 我們工程國小長期以來 都在藝術與人文這個領域 作為學校的課程課程 那結合習末的一個活動 我們辦這個工程一起來 大家一起來寫春聯 以及我們的學校的兒童樂隊 子弟隊 合唱小團 國術隊做一個藝術的展演活動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孩子能夠有多機會去學習 不同的多元的學習 剛才的工程國小 是專官推工修法的重點學校 學生每學期都有安排十幾個修法教學 一選修法校對學生 每天都要就是修法 學校今天也安排全校書生 作為夏春聯 金迦新年 我們學校以修法教學作為特色課程 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每一個學期 我們有十常課是修法教學 那另外我們有退休的主任 神耿鄉主任 長期在我們的學校推動 書法隊的一個指導 以及帶領我們學校的志工 成立了書法志工 帶領我們的小朋友 每天做書法的習作 學生的一個成果相當的豐碩 由雙電強調 藝術跟人文教學對海洞人家的培養 真有幫助 是真的在推工的課程到處 我想藝術與人文不管是哪一個領域 不管是繪畫 書法 他對於我們孩子的一個品格的討養 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孩子在這樣的一個很靜態的一個學習之下 在老師的帶領之下 他可以學到他自己的心靈的一個桃野 講述故事由今天記得下春的活動 學生自由參加 有興趣的學生都可以來寫 參加的學生非常有興奮 記者以兵威 蔡翁報道